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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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同學們翻到43頁 我們在上個星期開始探討一些主要的 意識形態在第三章裡面 那麼上禮拜已經介紹過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以及古典的保守主義 那當然我們也做了補充 包含了古典的自由主義 古典的保守主義 甚至現代的自由主義 他們對於所謂的這個平等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觀點 其實對於一些人性不同的一些假設等等 那麼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 這個時常會為人所弄混的 可能各位同學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關於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 關於現代自由主義的這個概念 那麼現代自由主義呢 我們說過呢 其實他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 那麼從亞當史密斯所掀起的一股 關於所謂古典自由主義 當然包含了像是這個洛克等等 在政治上 在經濟上 對於國家角色的一些這種看法 但是到了大概十九世紀末期的時候呢 很多的學術界就開始做一些這個反省 就是說針對像亞當史密斯他們所推動的 像是這個自由市場 這個free market 自由市場呢 他們發現並不是像這些古典自由經濟學派所說的 他真的能夠達到所謂的自我的 所謂的self-regulating的這個情況 並不能夠做到所謂的自我的管制 往往呢古典自由學派所對於市場 所做的一些假設 在真實的世界裡面也不見得完全存在 舉例來說 這個所謂的完全競爭的狀態 他們都假設所有的消費者跟廠商 在資訊上是對檔的 大家都有相同的資訊 所有的廠商都是互相的競爭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在真實世界裡面 尤其在十九世紀那個環境裡面 競爭並不完整 然後呢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的資訊 也不是很對稱的 像這些都是當初古典自由學派 他們所就是在做假設的時候 所沒有考慮到的地方 其實像這很多問題到今天還是存在嘛 比如說我們所說的 這種所謂的這個資訊的不對等 比如說在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而言 比如說可能各位你們的家長要買個房子 你想要收集一些購物的資訊對不對 他的房子的建材 然後他的一些施工的品質 什麼什麼什麼容積率 很多很多的問題 可是對於很多消費者而言 你購物這件事情 你一輩子可能就除了少數人之外 一輩子可能就買個一兩次 你可能在購物之前 你的資訊的獲得 你覺得不可能跟賣物的人 能夠相提並論 建商他們所獲得的掌握的資訊 跟你要買屋者 你們的資訊完全不對等 所以很可能會被他蒙蔽 你看最近我們的什麼實價登錄 一下子發現 哇很多人發現那個價格 對不對被炒那麼高 可是對於消費者而言 他資訊上面他不可能跟賣方完全做對等 所以很多的假設 事實上古典經濟學的假設 當然後來都開始做一些調整跟修正 我只是隨便舉個例子 所以說事實上你可以發現 市場不是真的像古典經濟學派 所假設的樣子完全的競爭 很多的資訊也不是那麼的充分跟對等 所以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引起了各自不同的領域的一些學者的批評 那麼其中像19世紀末的時候 那麼很多學者就認為說 市場機制 自由經濟學派說 假設這個東西到了19世紀末 他發現好像並不能夠充分的實現 反而是所發現的是下層的階級越來越多 甚至階級也逐漸成了所謂的繼承而來的 很多階級的位置 階級的地位 你是工人 你的兒子也是工人 你的孫子也是工人 你們一輩子就是工人 你很難翻身 然後你是資本家你就越來越有錢 你的兒子也是資本家 一出生下來就閒著金湯石出生的 也很有錢 貧者越貧 富者越負 當時19世紀的很多學者就看到這種現象 好 隨著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市場的這種狀況 階級都被複製了 請注意我說的是19世紀 但是21世紀的今天 好像還是很難逃脫 還是差不多嘛 對不對 好 19世紀的時候 所以很多的一些學者當時思考 這種古典自由經濟學的這種理論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它是不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們剛才所說的貧者越貧 富者越負 很多小孩子一出生 就在那不同的氣泡點上競爭 然後整個市場也不是像 自由經濟學派所描寫的 這樣子的一個美好 那麼而重複出現了一些 經濟不景氣的狀態呢 好 也造成了窮人 尤其是工人階級 他的傷害一次比一次的嚴重 萬言之 那麼過去的這種 laissez-faire 這種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 好 這種自由放任的經濟 很多學者開始思考 他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當然 最19世紀末 很多人開始對資本主義做思考 那一派的人開始提出了 叫做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 另外一派的人 就是我們上次所介紹的馬克思 他走向的是所謂的 要推翻這個制度的一種想法 就是不同的一些學者的一些反思 那其中一派的 我們這邊所說的現代自由主義 他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好 各位看一下翻到四十四頁 四十四頁的第二段呢 我們叫做Thomas Hill Green 葛林 那麼他是19世紀末期的人 剛才有阿另外的委員ài 在創作中 後隊商人的破道 就我們這一 fís choke 184個 又是一位英國人 我們可以發現18世紀的重要的一些學者 從亞當史密斯17世紀到18到19世紀 博克 洛克 然後這個葛林 甚至馬克思的東西也都在英國完成的 當時英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國家 這位英國的學者呢 那麼他的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這個 Polygomena to Ethics 1883年初的 那麼這是所謂的倫理學序論 那麼他算是對於我們所說的 現代自由主義而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位 這個提出的一位學者 那麼他所提出的觀點是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The goal of liberalism was a free society 他認為呢一個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目的 自由主義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應該能夠造就一個自由的社會 一個free society 讓每個人都能夠自由 那麼這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的一個目的 但是他所思考的問題就在於說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當像英國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之後 大量的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之後 反而讓人失去了自由 經濟發展越來越蓬勃 自由市場資本局越來越發達 人反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 人反而失去了這個自由 舉例來說 他就強調 像勞資雙方訂定契約 他們絕對不是對等 接下來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消費者生產者之間的資訊獲得 也絕對不是完全充分的 好生產者永遠掌握了比消費者更多的資訊 勞資雙方訂定契約 他們是在平等地位上嗎 勞方本身事實上是任人宰割的 那麼你說勞資不幹了對不對 你去找另外一個公司 可是問一對司法人你不幹就不幹嘛 我另外有更多人排隊想要做這個工作啊 所以你訂定契約的時候事實上你很難能夠 站在勞資雙方平等的地位上 在一個所謂的自由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所以說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他所看到 當然也是當時一個事實的反應 那麼很多勞工無以為生 所以他認為像這種時候 葛林就指出來你政府就應該介入 政府這個時候你不是說管得越少越好 完全不管讓市場能夠發揮對不對 長期會均衡 可是短期很多勞工都過不了對不對 你說10年20年之後會達到均衡 可是問題是勞工一兩個月沒薪水 加了養不活啦 你不可能等到長期啊 所以這種時候勞資雙方發生這種 訂契約的不平等的現象 很多勞工的生活越來越無以為繼的時候 政府他認為應該介入 政府應該介入 他特別指出來 這時候的政府介入像勞資雙方的 契約的訂定而言的話 並不是侵犯自由 而是為了保障自由 不是侵犯了那些廠商的自由 而是保障更多人的自由 所以他當時提出一個概念 算是一個畫時代的那種想法 各位看一下 課本這邊所說的 他認為過去的五點自由主義 他們所為的自由 都是所謂的消極的自由 都是什麼freedom from 各位看到這一段的倒數第三行 好 freedom from 比如說 就是所謂的免於什麼什麼的自由 freedom from fair 對不對 免於恐懼的自由等等 都是避免受到什麼什麼傷害的自由 基本上那就是一種所謂的 消極的 一種negative的liberty 一種消極的自由主義 免於受到迫害的自由 免於受到恐懼的自由 免於什麼什麼的自由 都是就是你政府不要管我 不要干涉我 可是他認為這是不夠的 政府要做到 不是說保障人民是免於什麼什麼自由 而更重要的是要freedom 各位看一下課本這邊所說的 要freedom to 是要去做什麼什麼的自由 不是單純的只是消極的 免於什麼什麼自由 而是要去做什麼什麼的自由 那麼葛林認為呢 這種自由才是真正的叫做 positive freedom叫做 我們所謂的積極的自由 積極的自由 他認為古典自由主義是消極的自由 好像是像從這個洛克以來對不對 政府不要管我那麼多 政府這個不要管那個不要管等等 但他們認為說 這個時候呢 我們發現資本主義盛行之後 其實政府不是單純只是這樣 他不是只是讓人民免於什麼 而是必須要積極的保障 要讓人民得到什麼樣的自由 那麼 所以呢他認為政府應該介入 來確保 讓人民有適當生活水平的自由 讓每個人民有最基本的 生活水平的一個需求 能夠達到嘛 你不要讓人民到最後連對不對 凍死在那邊 餓死在那裡 然後找不到工作 小孩子沒有辦法養 你要起碼要一個政府要提供人民 基本的生活所需 他才能夠追求一些其他更多的一些 發揮的可能性 所以葛林當時 提出這樣子的一種這個觀點 所以基本上 我們看一下下一段這邊所說的 古典的自由主義呢 他們的希望將政府趕出市場 所以最常見的話叫做政經分離 政治經濟要分開 政治掃管經濟 古典的自由主義說 政府要遠離市場 不要干涉市場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思想的核心 但是呢 從葛林以後的 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呢 他的希望將政府帶回市場 在某些情況之下 政府應該要積極的介入市場 比如說舉例而言 政府 好像我們現在實際上聽到的 你要保障最低的工資 對不對 你不能夠任人宰割嘛 你不能資本家愛給你多少 就給你多少 那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一種 一種權力關係嘛 所以政府要訂立 比如說對立工資 像台灣不是也在炒嗎 對不對 從勞基法之後 對不對 一個人一個小時要付你多少錢 那最近認為最低工資太低了 還要希望調升 對不對 時薪或者是月薪要保障 否則你活不下去嘛 比如像我們過去的話 在麥當勞打工 可能才拿八九十塊 那現在你調整到一百多塊等等 就是你要 政府要確保這個最低工資 這都是現在 所以現在自由主義之後才有的概念 然後過去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好保障像我們所說的 像是最低的工資 最高的工時 那麼或者說像是工人 勞工有組織工會的權利 那麼甚至當然後來更進一步的 像是失業的一些保險 健康的保險 要改善教育的環境 比如說要提供足夠的公立學校 讓每個人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念私立 提供足夠的公立學校 讓他們能夠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甚至當然後來更進一步的 像是採取像是累進的稅率 對於富人科比較重的一些稅等等 這都是我們所看到的 政府積極介入這個市場 他們所可能採取的一些措施 他們認為這樣子才能夠讓每一個人 維持最基本的一個經濟的條件 最起碼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條件 來維持自己的身心健康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條件 那麼所以從葛林 從十九世紀末 他們對於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是這樣的一種反思 當然這種思想 後來也真的落實到很多的實際的政策 當然我們知道最具有代表性就是美國 好 美國尤其是我們知道的 後來成為民主黨一個主要的政策主張 從威爾遜 當然後來極其大成的就是羅斯福 羅斯福在20年代末期提出來的新政 the new deal 乃至於到現在的歐巴馬 其實你可以發現 美國的民主黨基本上就是承襲了 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的這樣的意識形態 而落實於他們實際的政策主張中 所以我們實際上說意識形態難道不重要嗎 它真的會改變很多很多的一些這個事實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如果各位觀察前一陣子的 一些這個美國總統大概有候選人的辯論 其實你可以發現美國我們只常說 它不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國家 你看看歐巴馬的政策 你看看羅姆尼的政策 他們背後一個所代表就是非常典型的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現代自由主義 一個代表就是所謂的現代我們等一下介紹的 保守主義的一些觀點 歐巴馬一直強調照顧弱勢對不對 等等等等這些做法 其實就是其實從威爾遜 從小羅斯福 一直到現在民主黨本身 一直就站在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的 這樣的意識形態的光譜上 那麼這是我們必須非常清楚的了解 所以其實你看看民主黨 他們的候選人的政見 如果瞭解這樣的一個脈絡 你就不會太驚訝民主黨 乃至於下一個總統候選人一樣 你看他的政策主張一定就是偏這個部分 那麼換言之 現在自由主義主要他們是在經濟事務上 對於所謂的政府的角色跟古典自由主義 是有所不同的 是有所這個 有所不同的 但是我們必須特別強調的是 現在自由主義雖然在經濟事務上 認為政府應該扮演積極的角色 提供所謂的積極的自由主義 positive liberalism 政府應該要做什麼很多事情 但是很有趣的是 在其他的非經濟事務上 在非經濟事務上 現代自由主義還是一脈相傳 古典自由主義的概念 在許多的非經濟事務上 就認為政府應該少管 各位了解意思嗎 在經濟事務上認為政府應該多管 在非經濟事務上反而認為政府應該少管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現在民主黨 或現在美國的一些 號稱所謂的自由主義者 他們比較會強調什麼 比如說他們認為 這個舉例而言 美國最重要的議題墮胎 政府不要管太多對不對 不要禁止墮胎 這是婦女的選擇權 婦女的這個freedom to choose 那麼這個或者是說 這個關於像是色情康務 或者說像是這個一些同性戀的問題 等等等等 他們認為這些東西的話 政府應該不應該加注太多的道德 等等一些規範在上面 而是要尊重個人 所以在我們所說的 非經濟事務上 反而現代自由主義 還是承起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角色 還是認為政府應該少管 但是在經濟事務上 卻認為政府應該要大力的涉入 這是他們之間的一種這個差異性 好 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 現代自由主義的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就是現代保守主義 現代保守主義呢 好 我們說從19世紀開始 古典自由主義後來分家了嘛 從一方面發展現代自由主義 另外一支走到所謂的現代的保守主義 但是還是有一些學者 還是有些人會堅持政府 仍然不應該干涉太多的經濟事務 他們還是認為亞當史密斯 原始的所謂的最小的政府的主義 大致上還是正確的 那麼而這些人 好 那麼現在最著名的代表 已經剛剛過世叫Freeman 這個傅立曼是一個其中非常重要的這個代表 在這邊我稍微說明一下 各本這邊寫的東西各位稍微看一下 44頁的這個 這個現代保守主義這一段的第三行 在歐洲所謂的現代保守主義 在歐洲還是被稱為叫自由主義 或者叫新自由主義 所以有時候各位可能搞不清楚 現代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 什麼新保守主義 現代保守主義 搞不清楚 其實因為這個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稱法 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主要是以美國的主流的學術界的稱法來說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所謂的現代保守主義 在歐洲還會被稱為叫新自由主義 那但是在美國的話 統一都稱為現代保守主義 而民主黨那一派所代表的 才是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特別提醒同學 那只是讓你了解一下 但是我們還是統一的 就用現代自由主義 跟現代保守主義來做個對比 那所謂的現代保守主義的 當代的大將 我們剛才說過就是這個富利曼 剛才的確定的大將 但是這個弊的 我們不可以說 就是這個弊的 那是這個弊的 是這個弊的 在這裏 它是這個弊的 所以我們要來找你 都能夠分析 但是這個弊的 這個弊的 我們要來找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美国谈到所谓的限道保守主义 执扭尔就是这一位 我们中文大概都翻译成叫弗利曼 已经过世了 先几年过世了 那么他是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同时可能各位听过 美国的经济学界叫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这个宗师 那么他当然有很多的一生著作无数了 这两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本代表作 1962年所写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 资本主义与自由 那1980年写的free to choose 选择的自由 他们就是批评像的现代自由主义 你搞了政府干涉那么多 国家干涉那么多 其实让人民无从选择嘛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保守主义 现代保守主义 现在也是批评像是这个欧巴马的健保 对不对 他说我可以不保吗 为什么我一定要出钱来接受这个保险等等 很多种就是 就是他强调就是说 我们要有选择的自由嘛 我们要尊重每个人选择的自由 你不要搞得每个人都齐头四的平等 每个人无从选择嘛 对不对 每个人都纳入健保 每个人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那么他们这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保守主义 他们对于所谓这个现代自由主义的 这种所谓的福利国家 或者这种很多的一些政府 强力介入很多事情的看法 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当然他们不是完全等于古典自由主义 还是做一些修正 他也知道古典自由主义所说的 完全不管的政府 他们现在也知道不可能 但他们还是认为相当程度上 政府还是管得越少越好 基本上它的原则是还是保持的 那么当然富利曼的话 他曾经大家声明说过最有名的一句 也是被我们国内学者所时常引用的 就是这句话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他们用的就是这样子嘛 你政府管得越多 你是牺牲了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说牺牲的竞争 牺牲的效率来做交换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这从古典自由主义就一直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让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到最大 你如果要让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你要让效率能够极大化 我们告诉你 你就是这样做 当你要选择追求其他目标的时候 我们只能告诉你 你不可能同时满足 你不可能一个国家又追求什么高度的经济成长 又追求低失业率 又追求财富平均 又追求环保 那不可能的嘛 当你追求某些目标的时候 你必须要以牺牲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这我们也告诉各位 人的生活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的一天24小时看你怎么样分配嘛 当你要追求某些目标完成的时候 你必须以牺牲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他们很强调就是你trail off 好 要交换 你必须要做交换 你不可能所有目标都满足 资源是有限的 时间是有限的 它是一个天然的界限 你就必须要看你怎么样的安排 好 但是弗里曼他们这个 现代保守主义就强调说 但是你要让人有选择 要选择的自由 而不是说什么东西把你掐得死死的 让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就这样子 富人赚了钱 一大半都被抽 都去税都抽掉了 去帮助那些没有钱的人 然后没有钱的人可能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每天可以领救基金 然后呢你也不能够选择 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等等 所以呢像所有的制度 什么保险啊什么东西 完全就加注在你身上 每个人都是必须全部纳入 他们反对就是这些东西 他认为说还是要尊重每个人 有最大可能让每个人有一种自由 选择的自由 那这样的话会让人越来越失去了 更多的自由 像是这个现代自由主义 他们所强调 那么弗里曼本身呢 我们说过 他不是一个 不仅是一个学术界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同时他也是 也做过实务性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他曾经当过 雷根的经济顾问 我们知道1980年代 雷根担任总统之后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经济 雷根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贡献 而他们所采取就是所谓的 现代保守主义的一些 这些学者他们的一些观点 来推动当时雷根的一些经济 改革的一些这个方案 所以他也曾经做过 雷根的这个经济顾问等等 好 这是我们大致上 对于所谓的 现代保守主义的一些 这个观点的这个介绍 所以我们回到课本这边 所看到44页这边所说的 44页倒数第六行这边所谈到 福利班他们这些还是强调 Free market is still the best 所以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 那么雅当·史密斯大致上 他还是对的 那么任何的政府的干涉干预 只会把事情弄得更乱而已 那么像是当时我们所说的 70年代80年代像柴契尔 雷根等等基本上都深受 他们这个所谓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影响 而在英国跟美国做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经济政策的一些改革 所以他们背后呢 其实还是有相当这个浓厚的 意识形态的一个支柱在那边的 那么所以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 事实上他们是把一些古典的自由主义 在80年代呢 重新的发扬光大 而基本上的结果还算是不错的 那么但是呢 这在经济事务上 而在其他的非经济事务上呢 我们看看下一段所说的 现代保守主义的唐仍然借用了 从19世纪的博客以来的古典 保守主义的观点 在许多非经济事务上 在政治上的 比如说在这个家庭上的 尤其在宗教观点等等 他们还是比较采取比较保守的立场 欢迎之 比如说所谓的这个现代保守主义呢 他们还是继承了博客的传统 比如说会非常强调宗教的重要性 还是鼓励每个人星期天 还是要上上教堂等等 其实这个也满明显的 可能各位很难想象 我们在台湾是一个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 比如说我刚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1984年 很多的州 比如说我自己念书的州 快吓我一跳 因为那个时间快了几分钟 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德州 各位相不相信 我在德州念书的时候 他们礼拜天 所有的商店都关门 为什么 因为礼拜天要上教堂 开玩笑 台湾商人去的话吓死了 礼拜天不是最好做生意的时候 上教堂有什么重要 请注意 那时候在德州礼拜天就是关门 我曾经在报道上看到有一家 那个有一家钓具行 有一家钓具行 它是礼拜天早上在卖 我们在美国德州时常去钓鱼嘛 因为在那个河流水库的地方 德州不是都沙漠 请注意 那么我们时常去水库钓鱼 就是一大早四五点去买那个耳 小鱼的耳 然后去水库里面钓鱼 还买那个fishing license 买的钓鱼执照 你钓的鱼如果小鱼多少寸的话 还要丢回去嘛 一定要钓大的那个钓bass 叫做钻鱼 钓那个钻鱼 那曾经有一家钓具行 就是早上 礼拜天早上麦尔 就被德州政府处罰得很严重 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 我们最好刚去美国开车 练车去哪边练最好 就是那Mall的外面的停车场 你知道美国那个Mall Shopping Mall 外面停车场非常非常庞大 然后礼拜天一辆车都没有 所以你去开车去那边随便开 开玩笑 你看到台湾礼拜天去那些什么台帽那些地方 你看到有没有车子停 所以这很奇怪 我们后来搞一些宗教 宗教因素 他们就认为礼拜天就是大家要休息的 人做生意都不行 这对我们而言是蛮难想象 我们如果假如做生意能够赚钱 什么事都可以放弃嘛 对不对 赚钱最重要 可是他们就是宁愿礼拜天完全牺牲 就在家里面 那当然现在这几年来 有一些改变了有一些州 法令方面有一些放宽 可是很多地方还是保持着 礼拜天完全不做任何的 除了宗教事物以外的事情 所以这是美国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 包守主义的一些影响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宗教的事物 比如说他们还是坚持 公立大学 公立学校要祈祷 你在台湾很难想象 我们还要祈祷 连私利都没有啊 像以前我在东海大学教书 我从来没有祈祷过啊 可是他们很多 他们如果不仅是私立大学 一些宗教学校要祈祷 包含公立大学 公立的学校 很多包括人士还是推动 包括就是这种祈祷啊 宗教应该带去 带进公立的一些学校 当然他们也是想反对堕胎 反对同性恋的婚姻 支持这个枪支 反对这个 甚至反对妇女或者少数团体 要获得比较多的一些权利 什么妇女保障啊 什么少数特别的保障 他们认为这都不应该 这都是应该这个 违反的平等 对大家权利相同 这是基本上他们的一些主张 在所谓的非经济事务上 那么当然这个你了解这种状况 你才可以发现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 美国现在一些总统大决的辩论 或者说共和党 什么总统候选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话 对不对 其实那个根正利固的 在他们心目中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些影响 使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观点 其实跟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的 所以他们非常强调 我们所说的家庭 宗教 甚至像有些国家 那现在像意大利天主教还不准离婚吗 像爱尔兰还不准离婚等等 后来爱尔兰还推动公投耶 用公投的方式就是对于离婚 是不是可以准许离婚用公投 这个在台湾尔兰的话 相当程度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事情 他们这种所谓保守主义者的一些想法 在实际的政策 或者法律的规定上 处处可见到这样子的一种痕迹 这是所谓的保守主义者 基本上我们说过 他们在经济事务上 仍然大致上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的 政府在经济事务上不应该管太多 当然他们也反对什么 对于中下阶层的补贴 反对这些各式各样的什么 对富人磕更多的税 这都是他们比较反对的 但是在非经济事务上的话 还是承袭着古典保守主义者 他们对于所谓的一些这个看法 认为这个很多事情上的话 政府还是要做一些干涉 维持家庭的传统家庭的价值 政府不能够随便允许同性恋的婚姻等等 政府这方面还是要坚持过去的立场等等 这是所谓的现代保守主义者的一些看法 对于刚才所讨论的部分 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 那当然着重在国家角色上 我们大概大致上 当然这是个非常简略的表 我们忽略很多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简表 就是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对于国家角色 无论是在经济事务上 或者是非经济事务上 基本上都认为政府不应该管太多 无论从洛克到这个 到这个亚当史密斯等人都是如此 就是 所以classic liberalism的话 基本上政府的角色 或者国家的角色 在这两种事情上 基本上都是扮演的 比较管得少的这样子的角色 那到了现代自由主义 我们刚才说过呢 从这个green开始 一直到后来美国的民主党的一些政策 基本上他们认为在经济事务上 政府还是应该要多管 政府要涉入到经济事务上 来提供每个人基本的经济 生活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 但是在其他的非经济事务上 政府还是少管 承袭着古典自由主义的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但是呢在现代保守主义 我们说过像弗利曼这些人等人 他们仍然大致上在经济事务上 他们认为政府的角色呢 还是承起了过去的亚当史密斯的传统 还是认为政府应该少管 自由市场还是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政府还是管得越少越好 当然他们的管得越少越好的程度上 跟古典自由主义是有差异的 但是基本上还是认为政府 还是尽可能不要太管太多 但是呢在非经济事务上 我们刚才说过 无论是在文化的 家庭的 宗教的 同性恋的 婚姻上 堕胎问题上的话 还是认为政府应该多干涉 多管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大致上 这是非常简略啦 非常简略 但是当然中间会有一些瑕疵 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 把国家角色以这样子的一个 简单的表呢 让同学们容易理解 这三大意识形态 他们在国家角色上 在经济事务上 跟非经济事务上的一些观点 当然我们说过呢 后两者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 跟现代保守主义 正好大致上是符合了 目前美国的 所谓的共和党跟民主党 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些政策主张 当然也大致上 大致上也可以把应用在 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的 一些主要的 我们所说的保守跟自由的 两大政党的一个 主要的一些观点 当然欧洲的国家 他还会受到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社会民主党的一些 社会民主的一些概念 我们等一下马上谈到一些影响 但是所谓的自由跟保守 之间的一个对垒 大概主要是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那从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到 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党之间 政策的一些主要的差别 那台湾呢 台湾其实我们的政党的意识形态 实在是不太清楚 除了统独之外 除了统独别无其他 那其他的意识形态主张 其实是非常的含混的 我们很难理解 目前国民党或民进党 他们很多政策主张 到底是比较倾向 所谓的现代自由主义 还是现代保守主义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这一点倒是比较 所以我们实际上说我们比较 台湾的政党现在都比较缺乏中心思想 大家就是茫茫然不晓得干嘛 因为有时候缺乏中心思想 你的意识形态本身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当然往往可能就随波逐流 就是方向上可能会有一些欠缺 但是其实你说美国 美国真的是那么不注重意识形态吗 可是他们的方向其实是满清楚的 他们的主张其实满清楚 相对而言 我们台湾反而搞着 每个政党就是不晓得 他们的立场到底在哪里 忽左忽右 这个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干嘛 同样一个 一个完全意识形态不同的一些政见 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政党候选人的 政见牌评书里面 都一样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 你会发现 如果从他们的政见来区分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话 你这到最后你都搞混 他们到底在干嘛 很多政见主张是完全有时候的矛盾 这个满有趣的 各位以后不妨可以来细细的观察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45页 我们大致上简单的说明了 所谓保守跟自由 这两个最重要意识形态的差异 从古典到现代 那么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同学们未来在政治系的 比较这个高年级的课里面 还有当然更多更深入的一些讨论 我们大一的政治学 也只是这个简单的广泛的做一些 初步的介绍而已 同学们当然在未来对这个有兴趣 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 来做更深入的一些阅读跟探讨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45页 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社会主义 我们刚才说过呢 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 从亚当斯密斯开始 从18世纪到19世纪 大概就是支配了整个的 当时的西方国家的 最具有支配性的一个意识形态 尤其到了19世纪 所以说 比如说是主流啦 主流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斯他们这一套 每个国家都追求自由贸易 每个国家都追求 所谓的竞争的市场 市场经济制度 等等等等等等 可是呢 我们刚才一直说过 到了19世纪 大概中叶以后 许多的思想家 许多的哲学家 就已经看出来了 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 它的一些问题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葛林 对不对 他也提出了一个比较渐进式的 比较温和式的改革 希望对于所谓自由主义 他就认为政府的角色 在经济事务上不应该 完全不管 应该要积极的介入 这叫做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积极性的自由主义 他认为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 是叫消极性的 消极性的自由主义 好 这是一套 就葛林乃至于后来 美国的这些 主要的一些学者的观点 大概都是比较偏向于 现代自由主义的这条路 就是也是一种 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省 而另外一派人的想法呢 就是这边所提到的马克思 他们看到的整个的市场经济 自由主义制度之下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随着无产阶级 劳工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那还有一些人他的想法 就是我们以前在上一章 也介绍过马克思理论就介绍过 马克思他们认为 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 根本就应该被推翻 改革无望也不用改了 就整个要改变 整个要革命式的要取代他 把所谓资本主义的制度 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来取代 所以另外一批人所走的 就是一种所谓革命式的道路 主要就是以马克思为代表 他们认为根本就应该推翻 整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子的一种体系 当然我们说我们马克思 在上一章第二章里面 我们谈到了 在理论 当代的重要理论里面介绍过他 这一章里面 在意识形态的部分也介绍他 因为我们知道 像马克思的这套东西 它不仅是理论 同时它根本就是意识形态 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经说过 理论意识形态差别在哪里 主要理论我们用来解释 来预测一些事情 我们希望建立通则 我们能够发展一些因果关系 对不对 可是马克思这些东西 我们说过呢 它不仅是理论 它不仅只是解释 但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问题 它更重要是 它想要起而行 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 所以它是一套意识形态 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理论 如同课本这边所做的 它不是只是做一些学术研究而已 它是要搞革命 它是要推翻整个这样子的一种制度 比如说发表了 他跟恩格斯一起发表了 像是共产主义宣言 对不对 希望能够最后的理想 最终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天堂 那么当然马克思 事实上这张 我们看到第一段中间这边写的也满有趣的 马克思呢他事实上非常的痛恨 所谓的布尔乔雅 他认为布尔乔雅是最懦弱的一群人 那种小 也不是那种大资本家 就是一般拥有一些 我们以前所说的中产阶级吧 有一些收入 有一些财产的一些 他们这种人最懦弱了 根本就是这个作为资本家的这个帮佣 那么最终的资本 这个所谓资产家的这个资本 资产阶级的这个懦弱 他认为这个无产阶级 还是他觉得应该可以来起来革命的这个对象 这个所谓的Polyterian 然后随着无产阶级 这个普罗 普罗阶级 那么当然各位看到这一段 他也指出来 The Polyte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那么无产阶级呢 除了他们的锁链之外 没有什么好损失的 无产阶级事实上就是被层层的锁链所捆绑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卢梭 对不对 那么就是被一大堆资本家们 这样子锁这个重重的捆绑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砍断这个锁链 你要起来革命 反正你也一无所有嘛 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损失的 所以说这个马克思认为呢 无产阶级就是应该要团结起来 They have a war to win 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 那么所以他认为说 Worker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他认为什么所有的全世界各国的工人 应该要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的这种这个制度 这是他在共产主义宣言里面所说的 当然马克思他本身也有身体力行 他也参与到组织 当时欧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 但基本上马克思这一方面不是那么强 也没有太多的贡献 谈到组织 谈到行动力 谈到最后的这个革命 当然等一下我们谈到 还是更重要的人叫做列宁 他才是立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尤其在组织方面 建立了所谓列宁式的政党的这种组织架构 而且到现在仍然很多的国家是深受影响 但基本上我们看下一段所说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 他是一个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 要被无产阶级所推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著作 他解释 我们上礼拜 其中考基础我们就说过嘛 资本主义 他因为这些经济法则的运作 他会出现 他会成长 但是必然会毁灭 对不对 他是来解释资本主义 为什么一定会走上毁灭之途 一定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他是来 资本论基本上是说这个东西 那三大册或四大册的巨著 主要是说这些东西 而当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资本主义被推翻之后 他认为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公正的 具有生产力的 无产阶级 没有这个阶级区分的一个社会 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时代的这个到来 这个社会主义之下呢 是非常just 非常公正的 是非常productive society 非常具有生产力的一个社会 没有任何的所谓的class的distinction 没有所谓的阶级的这种区分 然后呢 等到步入社会主义之后 大家都是 这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 没有生产力也非常高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呢 逐渐逐渐的 达到整个的工业生产 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阶段 那么社会主义的自然就进入到一个 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天堂 好在那个天堂里面 好不需要警察 不需要货币 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存在 大家通力合作 共同贡献 对不对 然后呢各取所需 因为很多东西 你不需要金钱做交易了嘛 那你不需要金钱 不需要交易 警察也不需要啦 那政府也不需要啦 因为当然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言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社会 大家生产非常多的物品 物品非常的封锁 人们都是各取所需 没有任何的私有财产 也不需要警察 而政府 如同课本这边所说的 政府呢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它只是一个阶级支配的工具 好只是一个阶级 来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 才需要政府的存在 好由那个既得利益者的阶级 当然就是所谓的资本家 他们根据他们的利益 好所定的一些规则 所有的法律 典章 甚至风俗 乃至于我们所说的一些艺术 对不对 都是符合资本家的利益的 而政府只是资本家们来压迫 其他的无产阶级的工具 那既然阶级都被废除了 既然阶级都不存在了 那么国家或者政府 也就没有存在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他认为最后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将是超越社会主义之后的可遇见的一个可达到的乌陀邦 好这是马克思的就是告诉我们人类 充满了如何这个美好的一个未来 但是事实上 如同课本这边所谈到的 下一段所说的 马克思呢他聚焦于讨论一些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 可是事实上他始终没有很清楚的说明 社会主义 乃至于当后来共产主义的样貌到底是怎么样 你怎么样达到那个情况 为什么当资本主义被推翻之后呢 生产就会变得很多了 就是很公正的社会 阶级就被消除了 你怎么样达到那种状态 那是个理想 可是你怎么样达到它 所以在这部分其实马克思的说的不是那么清楚 为什么资本主义消失之后 社会主义就出现了 那么美好的社会主义就出现了 当然我们很害怕 我们以前也说过嘛 这个非常的破坏并不见得 这是这个Burke的话嘛 对不对 非常破坏之后不见得就有非常的建设 你把现在制度全部摧毁了 好的东西不必然自然出现了 你怎么样达到 其实我们所说的目的跟手段同等重要 你如何达到那个手段 我们实际上说现代民主社会 我们追求这种手段 本身的一个所谓正当性 那么手段的目的同等很重要 但是如何追求社会主义所描写的 甚至共产主义所描写的 的确真的令人向往 可是你怎么达到它 那真的是人性吗 比如说 当然马克思在 因为牵涉到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 马克思他会认为 人基本上都是可以 达到这样子一个境界 如果不行的话 透过教育训练 让人抛触这个摒弃私界 每个都是卫工 都大公无私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国家 实施了半个世纪的经验 发现很难 很难 比如说我们时常说 过去中国大陆去国营商店 那店员普遍的服务态度不佳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嘛 他卖出十双鞋子 卖出二十双鞋子 跟卖出一双鞋子 他拿的工资是一样的啊 那他为什么要那么卖力的卖鞋子 可是马克思他认为 大家应该都很卖力啊 对不对 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种稻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非常奋力地种稻 然后种出来的稻 大家一起来评分 不管你是很用力种稻 还是你投机摸狗 大家都一样 他如果 马克思认为 透过很多的教育训练 每个人最后都会很努力 可是事实上真的会如此吗 他对于人性的假设 是不是过于乐观 而最后实际的结果 实践的结果我们发现 其实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国营企业 为什么效率不张 因为管他生产了多少 产品好或坏 关我什么事嘛 我都拿一样薪水 对不对 你国营企业赚钱也罢 亏钱也罢 我薪水不变啊 那很多人为什么要卖力 当然有少数人啊 那真的很厉害 对不对 大多数人就是反正混日子嘛 所以似乎很多人批评说 马克思对于人性是过度的乐观 而当然 马克思他的说法是说 可以透过很多的训练 教育训练 对不对 各种各种的洗脑等等 但是那样的情况之下 又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嘛 对不对 是不是人真的愿意接受 在这样一个一致化的社会里面 所有完全一样的标准 每个人终究有不同的一些喜好 偏好价值 那你把每个人都搞成一样 这是不是真的符合人心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大陆很多的国营企业的改造 很多东西释放出来 民营化 一民营化 包括台湾过去也是一样啊 国富的一些想法 有时候也是有部分的共产主义的思想 有涨价归功啊 国营企业 发展国营企业等等 可是往往成效不是很好 当然民营化之后一发现 可能很多的这个竞争力就增加了 很多的一些效率就增加了等等 所以事实上当然这个在经过实践之后 很多人发现 其实马克思他的生前 对于如何的进入到社会主义 甚至如何到人类最终的共产主义 其实这个过程手段都不是谈得非常的这个具体 所以当然还有很多的 在他死了之后 很多的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学者 就争相的来抢这样的权势权 对不对 那有一派的人 像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列宁 那么列宁他们这一派就认为说 就是用革命的手段 透过政党 以党领政 对不对 透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来实施共产主义的理想 那另外一派人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 他们可以透过组党 透过选举进入国会来执政 来实现他们的理想 那就很多人用不同的手段 他们都自称 他们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正统 但后来当然列宁这一派 还成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式的 马克思才成为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所谓的正统 因为他最后在俄罗斯革命成功了 那么好 这是我们大致上 对于所谓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说明 当然我们知道 如同我们看到四十五页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段这边所说的 那么在马克思死了之后 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很多未提是没有解的 所以后代的社会主义者 就各自提出他们一些观点 那么并且大家都声称 他们是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先说过 主要 这个是百花齐放 但是大致上我们课本上也主要介绍了两大 两大主流 一个我们以前说过的叫做Evolutionary Evolutionary Marxist 就是所谓的进化式的马克思主义 另外一个叫Revolutionary 叫做所谓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就介绍这两大主流的 在后马时期的一些这个想法 请各位看到四十五页的这个下半段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就是Social Democracy 所谓社会民主 所谓社会民主主义 那么在十九世纪末马克思过世之后呢 当然马克思思想事实上在西方世界 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回响 那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的一些反思 比如说马克思认为的这个当资本主义 发展到最高阶段应该会产生革命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出现等等很多的问题 也留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 那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 好 各位看到四十五页最后一段这边所说的 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呢 德国他们有一个政党 就叫Social Democrats 解释成叫SPD 社会当然这是德文的说起来SPD 社会民主党 德国的社民党 基本上在20世纪初年他们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这个政党在20世纪初年之后 逐渐的发展 茁壮 而成为了德国的最大党 很有趣的是各位发现德国的社民党 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 并且还是跟基民党时常轮流执政 德国我们知道从二次大战结束完到现在 我再稍微说一下这比较政治的东西 德国从二次大战结束完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个单一政党是过半数执政 从来没有 所以德国从二次大战结束完到现在 一向都是联合政府 联合内阁 那大部分时间就是有基督教民主党 基本上基督教民主党就像类似于像美国的共和党 它会属于比较右派的政党 另外两大党 另外一个政党就是圣灵党 SPD 社会民主党 那么社会民主党跟基督教民主党 分处于光谱的两端左右两大党 然后中间有一些小党 像是自由党等等这些小党 所以德国每一次选举完之后 当然德国所采取的从1949年之后 就是采取的叫做单一选区两票制 这我们下一章会介绍 选举制度 那么在这个所谓的 他们是所谓德国联立制之下使得 基本上德国是大概维持四五个主要的政党 四五个主要政党可是没有一次 有一个政党能够过半数 所以每一次都必须组成联合内阁 有时候是基民党联合一些中间的小党 组成过半数的联合内阁 有时候是由社民党联合一些中间的小党 组成过半数联合内阁 所以有些中间的小党每次都入阁 不管哪个党执政 他都会入阁 原来他在中间 那么像自由党 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 然后社民党也执政好多次 所以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 那么社民党仍然存在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 曾经消逝了一阵子 就在希特勒时代了 希特勒纳粹当然那个时候 其他政党的活动都停止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社民党也受到 希特勒纳粹党的一些迫害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希特勒是最痛恨共产主义的 那当然这个跟共产主义相关的政党 当然也是受到迫害的 那么但是二四大战之后呢 社民党又恢复成 德国的主要政党的这个地位 所以我们说他跟基民党 基督教民主党之间 一直都是轮流执政 甚至还有过 像上上次吧 梅克尔政府的第一任的时候 是由社民党跟基民党 组成大联合政府 左右两大政党 组成所谓的红黑联盟大联合政府 那第二任的时候 梅克尔的政党其实更多了 就把社民党一脚踢掉了 他自己组成一个 太靠偏右派的政府 梅克尔第一任是所谓的红黑 就是联合的所谓左右的这个政府 好 我们这说的社民党 所以其实社民党 在整个欧洲的地位非常重要 他是一个从原来的信奉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政党 出现 后来成为德国最大的党 一直到今天还存在 而他的这样的社民党的模式 后来也影响到欧洲很多国家 所以欧洲我们可以发现到 现在为止很多其他国家 也有类似的社民党 在北欧 在西欧 社民党遍布在很多国家 但最早的就是从德国开始 所以德国这个社民党的话 研究政党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 那而这样子的一个社民党 在20世纪初年成为德国的最大的党 这是跟过去马克思想法不一样的 因为事实上马克思 如同课本课文这边所讨论到的 各位请翻到这个46页 事实上马克思他不是那么重视政党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要搞无产阶级革命的 所以他认为什么工会什么政党 这个东西顶多是怎么样 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里面的一种 所谓的一种阶段性的任务的一些工具而已 他可能可以透过政党来广招一些无产阶级加入 透过工会来训练这些所谓的职业的革命家 所以工会政党 其实马克思不是那么在意 不是那么重视 但是德国的这一群人在马克思之后 我们说像伯恩斯坦他们这些人 他们是非常的在意于主党 他们可以认为透过政党的力量 来进行所谓的体制内的一个改革 换言之他们不认为马克思所认为的革命的手段 或者后来另外一批人 他们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下的敌人就是列宁 列宁所用的革命手段他们认为是对的 他们认为是可以透过体制内的 可以透过主党的方式 既然无产阶级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我们是代表工人的利益的 那我们就可以提出很多政策来吸引工人的选票 只要他们能够投票 如果说工人被剥夺投票权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只要那些工人能够成为合格的选民 他们可以投票 那么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有利的 他们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支持我们 而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相信无产阶级是大多数的人 而我们自然可以赢得大多数人的选票 那我们当然可以成为 国会里面的赢得足够的席次来执政 那执政之后 我们自然可以实施我们的理想 所以他们是循着这样的方式 那当然后来他们也成功了 他们真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吸引一些中价阶层的 劳工阶级的选票 然后成为德国的最大党 然后后来才取得了一些执政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他们这一派的路线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路线 他们的成功当选了很多工职 甚至他们所推动的工会 也跟资方进行协商 通过工会的团体的组织力量 进行集体的谈判 你工人个别的跟资本家之间 可能会受到压迫 但是合起来团体的力量就是比较大 通过工会集体的协商 来要求资方比如说提高薪水 提高比较好的工作条件 缩短工时等等这些 都获得了蛮多的一些进展 工会也取得了一定的议价空间 然后社民党也取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而成为德国的非常重要的政党 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他们认为说如果工人阶级 他们可以不透过革命的手段 来追求他们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革命 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个革命 那么如同各位看一下46页的 最上面第三行这边所说的 如果说他真的 这个工人呢 would accomplish its ends without revolution why use bullet when there are balance 当他们可以透过选票的时候 他们何必使用子弹 就是用选票来取代子弹 我们不必采取革命的方式 可以用透过选票的方式 一样的追求我们的一些目标 所以说这是德国圣民党的 他们这一条路线 所思考的一些主要的方向 所以说社会民主的运动的 最主要的一位人 就是我们刚才提过好几次 像伯恩斯坦 我把伯恩斯坦的出生时间写在黑板上 我把伯恩斯坦的出生时间写在 德国的社会民主的运动呢 主要的几位大将 像我们以前介绍过的Karkowski 考斯基 像这边所介绍的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在主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伯恩斯坦的话 他出生年月日就大概就是 19世纪末期到20年代的初期 当然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书 就是1901年的这本课本也提到嘛 就是这个Evolutionary Socialism 所谓的这个进化的社会主义 他认为他们所主张的 是不是比巴克斯那个时代又进化了 进化到更高的一个阶级 可以不透过革命的手段 来追求他们一些理想的一些实现 所以说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也指出来 透过这种方式 才是真的让工人阶级 能够有真正的一些收获 真的能够实质的提高他们的薪水 实质的能够改善他们的一些工作环境 透过工会的力量 透过政党为他们来 这个追求他们的一些目标等等 那么所以他们会认为 马克思他们的对于资本主义崩溃 以及革命之间的关联 这样子的连结 他认为是错误的 那么透过对于工人实质利益的这种改革 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主要的道路 透过这样子的改革方式 还是可以实现当初他们所谓的 社会主义的这种理想 但是当然这样子的说法 被其他的一些所谓的 自认为正统的 这些马克思的一些学者 就是当然以列宁为主的人 认为他们是叫做修正派 身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 当然这是有点轻蔑的口语 反正一被挂上的修正两个字 好像就是背离基本教义 背离正统 像是当时马泽东一天到晚 骂苏联叫做苏修 对不对 反正在他们的共产主义用语里面 修正主义就是一种非常 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背离传统 非常的走这个所谓的这个 投机路线 这个叫做所谓的修正主义 所以他们也被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 认为伯恩斯坦 这些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中国 这个社会民主党对于整个欧洲 这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他们成为德国最大党 也实质上真的对于许多的 无产阶级对于工人 争取到一些实质的一些权益 虽然这个一次大战爆发之后 那么德国的威马共和 不久走向了所谓的这个 纳粹的独裁 那么社会主义政党也被 受到了这个希特勒的一些迫害 但是呢这二四大战之后 我们说过他又重新的活过来 而重新活过来 还好几度的有执政的机会 而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目前不只是德国 在很多的欧洲的其他国家 也都有存在 类似一些主张的政党 所以他的影响 基本上还是非常非常重大 那基本上我们所说的 目前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 当然跟是20世纪 一个世纪以前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张 显然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现在的所看到的德国的社民党 或其他欧洲国家的社民党 包含一些北欧国家的社民党的话 基本上我们还是把它定为 它是一个中间偏左的 中间偏左的政党 但是相对而言 已经是温和许多了 比如说目前的所谓的社民党 大概已经不太有人还会继续主张 传统的正统的马克思理论 不会有人再去主张那种什么 什么这个要消灭私有财产 要进行所谓的国营 所谓的国有化政策 大概目前的德欧 目前现在的欧洲民主国家的社民党 已经不会再主张国有化了 过去的国有化政策 这个没收的私人财产 这种已经不是他们的一些主张 所以事实上已经跟过去的 19世纪的共产主义 乃至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一些 最主要一些核心的主张 事实上已经不太一样了 反而是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47页 第一段下面是这边所说的 目前的许多的一些社会民主党 那么他们究竟跟过去的社会主义 还有什么关联 其实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他仍然是中间偏左 可是传统的19世纪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已经不是今天社民党的一些主要政策了 而目前的社民党 他们多半都是使用所谓福利政策 来取代所谓的国有化政策 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各位看一下这一大段的最后几行的说明 那么比如说他们都会强调威尔夫 强调社会福利来解决生活 失业医疗保险的问题 跟退休金的一些制度等等 他们也主张对于食物或是说住宅 有补助的政策等等 所以说事实上现在如同课本这边所说的 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 事实上已经成为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政策的主张者 所以与其说你现在还称为他们叫social democrats 与其说他们叫称为叫社会民主 你不如称为他们叫做所谓的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字叫 叫做福利国家主义者 已经他们成为所谓的福利主义者 来形容社会民主党 还来得更为正确 所以现在的社会民主党 它所代表已经不是socialization 而是已经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 而是福利主义 已经变成所谓的福利主义的这种政党 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所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 已经不要把它理解成 他们就是19世纪那一套 事实上他们最大部分的主张就是福利国家 那你说那他们主力这些福利国家政策 那跟美国的民主党有什么差别 我可以告诉各位大致上差别越来越小 差别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 跟我们之前所谈到的 现代自由主义的差别在哪里 真的很难能够一刀两断 真的很难能够厘清 只是说在美国 我们只能这样说 在美国大家还是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字 是有强烈的负面意涵 就跟在台湾 一谈到社会主义就马上想到毛泽东了 那一套东西对不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美国的话 或者在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很少用社会主义这个字 我们会喜欢用什么福利国家 用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而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各位 像欧巴马这几年的一些政策 你说跟欧洲的许多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差异性 真的很难能够千丝万缕的能够理清楚 真的非常困难 那顶多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 跟所谓的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真的很难 我们只能这样说 如果还是用光谱的概念的话 如果还是用光谱的概念的话 可能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在这边 它是极左的 然后呢社会主义 然后呢现在的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 大概只能这样 只能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 然后现在美国的民主党 或者说我们现代自由主义 大概就在这里 这叫做现代自由主义 我们这边主要指的是 就是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角色 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角色 这现代自由主义 然后这是什么 叫做现代保守主义 然后当然最右边的叫自由放任 就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 下礼拜会记得到 自由放任主义等等那些东西 主张国家是完全的尽量的少干涉 来的好 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中间的差别性 我们已经说很难真的一刀两断的切开 他们很多主张其实是大致上雷头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中间这一块 都把它称为叫做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 无论是美国欧巴马现在所代表的 现代自由主义 或者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所代表 所追求的都是 基本上都是福利国家的一些政策 很多政策上也是大同小异的差不多 所以这方面我想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加以 来加以这个理解 好 这是一派就是走所谓的体制内的 透过议会路线 透过工会的路线来实现 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 来追求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一种 这个路线 这个叫做social democrats 另外一种路线就是各位看到47页的 就是共产主义 那么从马克思当时所发表的 共产主义宣言开始 那到了后面的一些在马克思死了之后 还是有一些人继续的主张 要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 来实施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当然自从所谓走革命路线的这一派的人 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列宁 好 这我们以前曾经说过 我把列宁还是写一下好了 没错 那么 我先onter在某个的一种 好像参加了一个开发 但要 demi 对 是 我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么我想对于共产主义的部分呢 我们下个礼拜会做比较完整的讨论 我们这边只是把它说明一下 共产主义当然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刚才所说的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以列宁为代表 那它的代表性的著作 我们在习中考试题 你介绍过我再写一次 就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是在1917年 有人说1916年 我想那个年代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出版的 那作为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消灭 因为发展成了帝国主义 这我们在习中考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重复 那么而他们自称 他们是orthodox Marxism 他们是叫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称为他们才是正统 他们就是非常敌视 博恩斯坦 考斯基 他们那些走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人 他们自称他们是正统 而关于这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所代表的革命式的路线 我们留在下一次上课 来一起来跟大家做一些完整的介绍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 我们今天下课